小时候有很多人都特别喜欢看动漫 而有那么一些动漫 就得偷偷背着父母去看 即便现在回顾一下 也能难感慨 不愧是大制作呀 今天就带大家重温一下 1987年的日本大制作 《药兽都市》 女神底下新主演过的电影《药兽都市》 并是改编字 这部动漫 在人类世界以外 还存在着魔戒 只是大多数人并不知道魔戒的存在 魔戒和人类的关系其实十分的紧张 在数百年前 魔戒和人类签订了和平和约 但后称的激进派一直毁坏和破坏合约 从中做梗多次 任谁都会生气 而具体新的一次合约签订 就在两天后 人类龙年三郎白天 在一家电子公司销售部做销售人员 但其真实身份是暗影护卫 这个可以理解为像是人类军队中的特工 主要负责维护人类和魔戒的和平 龙年三郎风流成性 每晚必会去夜总会寻找恶子 她在夜总会终于女孩 已经有三个多月持久 但是女孩结婚次后 从来不跟她一起去开房 某天晚上三郎照例去了夜总会 在女孩去洗手间时 三郎在外面和酒报闲聊着 其实她不知道的是 女孩在洗手间被魔戒 想要阻止合约签订的蜘蛛妖精打晕 蜘蛛妖精幻化成女孩的模样 闹出去和三郎见面 并且答应了开房的要求 三郎欣喜诺狂 也因此放松了警惕 好在蜘蛛女药的目的 只是提取三郎的体验 并没有想要杀害她的目的 所以三郎她自己想要的东西后 就自行逃跑 等到第二天工作完以后 三郎的上级召唤她排罢任务 因为人类和魔戒双方签订的人中 有一个必不可守的关键任务 强色贝 玛雅多 她是一名魔道士 已经活了两百多岁 也有超强的自愈能力 为了防止以外 上级委派三郎去保护她 还给她安排了一位搭档 但却是魔戒的人 此人名叫马吉慧 在今天晚上 玛雅当然就会乘坐飞机来到日本 所以上级就让三郎去机场接人 好战的激进派当然不肯坐以待毙 他们也派了两名魔戒的妖精 取得机场阻拦 双方在机场内发生大战 虽然有特殊改造的手枪 但三郎还是不敌俄伦 很快三郎他们就处于劣势 就在三郎被其中一个妖精困入 另一个正准备发动攻击的时候 魔戒的安慰马吉慧赶到 一瞬间就秒杀了俄伦 而麦亚当的航班还没有到 马吉慧和三郎在飞机的指挥中心等待 就在飞机降落的瞬间 飞机却发生了爆炸 三郎他们还在震惊之余 只听肩旁边有个老人感慨的声音 他们回头一看 竟然就是魔道士麦亚当 原来麦亚当提前坐了飞机赶来 麦亚当虽然是至高无上的魔道士 但却还是一个好色的老顽童 看到角色的马吉慧却 却目不转睛 但爱依对方的身份 大家都没说什么 马吉慧和三郎把麦亚当带到了一家 拥有洁接的旅馆 但是麦亚当却不甘寂寞 非要去舞会里找美女 不让她出去 自己则在客厅里和旅馆的老板闲聊 他们也是旧香时 就在客厅下起了香气 但还没过多久 墙上就出现了姐姐被打破了裂痕 是魔族派来的破坏者金 旅店老板被她弄残了一只胳膊 三郎还来不及掏出手枪 就被金给砸晕了 随后金迅速来到了二楼 马吉慧对于金的到来十分的惊讶 因为金是马吉慧的前男友 后来金被基金派蛊惑加入了战斗 而马吉慧则爱好和平 于是恶人就分手了 前男马吉慧不是金的对手 金在困住了马吉慧后 就贪图了身体 马吉慧故意装作屈服 在金放松警惕后 马吉慧控制头发困住了金 三郎也在清醒后跑了进来 用手枪打爆了金的头 在战斗之前 马吉慧就千金领挽住 扶麦亚当不要出去 战斗结束后 吹发起麦亚当挑战走了 还去了夜总会 更不幸的是 还遇到了魔族的人 魔族破坏者用美色勾引麦亚当 麦亚当上当被魔族破坏者 侵入了身体 虽然三郎和马吉慧 及时赶到夜总会救出了麦亚当 但是麦亚当因为被侵入身体 还种下了寄生虫 最多只能再撑30分钟 马吉慧建议赶紧去医院 三郎去车赶往医院 但是在路上 这位魔族释放的魔力 吸入到了魔戒的姐姐里 马吉慧出去迎战 被魔戒的妖精困住 动弹不得 马吉慧拼尽全力 打开了魔戒的姐姐 让三郎去车 但麦亚当赶紧走 最后三郎就带了麦亚当 来到宁疗院 院长把麦亚当抛进了药缸里 因为麦亚当本身 就有朝强的自愈能力 所以他治疗起来和长人比 还特别多 宁疗院的姐姐 是其他地方的二十倍 魔戒的妖精闯不进来 就在外面呼喊三郎 当三郎看见了马吉慧 真的受苦的样子 三郎于心不忍 毕竟马吉慧拼尽全力 才救他们出来 于是就大意印证 并跟随魔戒的人 来到魔戒的地盘 三郎用手枪 干掉了几名小漏漏 但小漏漏腐化的身体 瞬间变成龙烟 滴落在最后的BOSS身上 并化为坚不可吹的铠甲 激进派头目 以为很快就能打败 落小人类三郎 但似乎三郎身后 有隐藏的实力 让头目非常恼怒 但凭空出现了闪电 让头目的嘶吼者 冲向了三郎 而三郎则借此机会 将手枪里的子弹 打入了头目嘴中 子弹爆炸 把头目炸得粉身碎骨 三郎救出了麻吉会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头目的残骸细胞 正在不断地生长 仿佛要重生一半 蜘蛛精也来到 头目残骸身边 已经重生三分之一的头目 让蜘蛛精先去拦截他们 以为没有事情了 三郎就带着麻吉会 去商店买了一件香养的衣服 看着已经非常全美的麻吉会 在换上亮丽的衣服后 更让三郎移不开眼睛 三郎带着麻吉会驱车 在水道里 很快麻吉会就感觉到了 魔戒的结界住在附近 但为时已晚 蜘蛛精在前面 用蜘蛛网将其困住 车子已经报废 麻吉会因为没有魔力 还会恢复毫无反击之力 三郎则在保护麻吉会的同时 被蜘蛛妖精吐出了蜘蛛网 将其一块儿算在了一起 蜘蛛妖精像是发虐一般 一遍遍地变打他们 等到最后 三郎身上突然爆发出强大的魔力 让蜘蛛妖精瞬间灰飞掩灭 再次醒来的三郎和麻吉会 他们在一座教堂里 恶人魂身赤裸 很明显 找出事之前 发生了什么 麻吉会在清醒后 流下了眼泪 魔戒的人是不应该为夹杂人类感情色彩 但在此刻的他 应该算是一半的人类了 可是在这时候 麦亚当如同天神般降临在他们的面前 三郎也很明白 做完打败蜘蛛精的不是自己 而是麦亚当救了他们 还有以前的种种险境脱身 都是麦亚当在暗中帮助他们 三郎由衷地从心里感叹到 真不是吹出来的 但三郎的功力还是太浅了 根本没有发现后面的圣母像 已经出现了魔戒的结界 麦亚当跑到了他们面前准备应战 还让他们去赶往签订合约的地方 三郎他们都很疑惑 因为麦亚当才是合约签订的关键人物 那为什么让他们去 麦亚当这时才透明了真相 魔戒和人类一直无法真正地接受对方 那如果互相有了对方的后代 那结果又会如何 于是魔戒和人类双方达成一致 让魔戒和人类挑选出优秀的基因 让他们结合生出一名 带有人类和魔戒血统的婴儿 而人类和魔戒的基因的结合 势必能够造出双方都无法达到的强大力量 而这名婴儿就成为魔戒和人类的共同领袖 而让婴儿拥有这种强大的力量 需要双方和彼此相爱 所以麦亚当之前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让三郎和马基会 相互之间有更加的了解和深度 三郎他们也不服众望地完成了这个使命 重生的头目赶来后让麦亚当很费身 头目制造的黑影 让麦亚当陷入如泥浆般的淤泥之中 好在麦亚当拼尽全力 爬出了泥浆 握住了头目的脚踝 释放了灵力 麦亚当释放出所有能力 才怕头目被粉身碎骨 头目这次也拼尽全力 又快速地重生起来 这样的速度 势必会给他带来损害 但是此时的麦亚当 已经没有灵力 再去和他对抗 可悲强了这时候 麻基会通体发亮 灵力被增 原来是因为麻基会 已经怀有了三郎的孩子 有了婴儿灵力的加持 麻基会此时已经无人能敌 在头目还会发起进攻的时候 就被劈成了两半 至此 人类和魔戒又回到了和平之代 而能让世界恢复和平的一切前提 却是建立在 爱 虽然这部动漫 确实算是成人作品 但这次能就是跟 吸血鬼迹人帝 还有受兵卫 冷风帖 齐名的大制作 它没有前两部作品的深度和内涵 相反 这次将暴力美学 却展现到了极致 天马行空的想象力 早就有这部作品 在日本也是被很多人所催碰 即便加上过多的成人画面 但却完全没有能够感觉到低俗 相反这些镜头则给这部作品 增加了别样的风味 将人类和妖怪可以共存的主题 推到了一个高度 调记十足 色而不淫 李嘉欣出演的部电影 虽说是改编自这部动画题材 但是两者其实完全就已经不是一部作品 虽然能够看到一些原作的影子 但是却无法还原作品 其中的那份药器 也许我说这么多 没看过这部作品的人 可能会觉得我是一个渣男 一部低速作品也能拿来 说得如此清新 但是当你去各大评论网站 观看就可以发现 这部老动漫的差评率 简直 刷得如今众多动漫 几百条杆 而当面穿高圣摘 更是被誉为国际级的制作人 所享受的名誉 在海外的影响力 甚至超越了在日本当地 或是少年 因为迷人又可爱的 九七年男孩 各位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能不能给我视频点赞 评论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